答答何就想問朱sir怎麼看中資電信股 他就說他已經是有941的了 他成本價50元了 應不應該繼續收集呢? 941我覺得收集是無虛的 因為最主要的原因是他 第一 他已經在業績會裡面明確的說了 會增加那個所謂派息比率 他沒有說增加股息 不過他說是增加派息比率 問題就是這個前台詞 如果你是增加所謂的派息比率 其實以中國而言的角度 就是跟增加派息就是沒有什麼分別的了 因為其實期望他的盈利 已經再不會倒退不特止 而且應該是有溫和的增長的 因為其實隨著那個所謂的5G 都投資了那麼久 現在6G又未出來 也都短期沒有人說的了 你5G還未成熟說什麼6G 變成這樣是好事來的 你不要這麼快說6G 就讓那個快知名是慢慢地有的時間過去 那就可以令到那個CAPEX下跌 如果那個CAPEX是建立下跌 那94G就會擠回盈利出來的了 那現在它擠回盈利的過程 都開始是在進行的了 而不是說將來息 它現在是一個processing的 就是它現在是進行的了 所以在一個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就說以它大概差不多 起碼有7厘的股息 的確股價很難是下跌的 所以就變成分斷你收集 可能過一兩季 可能你有10多個%以上的回報 5年股息都有10多個%以上的回報 其實你收集的價格夠漂亮的話 就的確是有這個機會的